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Health Library和您分享閱讀的喜樂 今天要介紹的是 回階思考第三步上陣 看完第一步掃雷 掃除我們大腦思考的BUG 以及第二步被量 建構好判讀資訊的基本功夫之後 接下來第三步上陣 要談的就是實戰經驗 也就是要如何在多變的股市中勝出 首先古埃他就開宗明義的點出 要在股市上勝出 必須有一顆既科學又藝術 既超級彈性也能懂真實人性的腦 第三步中古埃將分享他所使用的兵法跟心法 心法是會根據時空背景不同而替還 而心法則是一股外一貫的主張以無法為有法 投資的初衷就是為了要獲利跟賺錢 而不需要成為某投資教育派的忠實信徒 他主張無派甚有派 正如李小龍所言 朋友們我們要向水 水倒入杯子它就是杯 倒入茶壺就是茶壺 投資要不斷適應市場的變化 永遠順著潮流所居 跟上新的變化 就更有機會成為市場的主流 接下來介紹第四一章 如何銷售車子 微行倒閉的時候 同事們都繼續留在業界 而古埃曾經去應徵特斯拉脾性獵物的工作 當時面試官只問了一道簡單的考題 那就是你會如何把車子賣給我 所有面試者都一一論述特斯拉的優異性能 像是他的加速度有多快 多麼節能環保 以及設計有多新穎等等 但這些答案 院士官都不滿意 他只聽了幾個人的回答之後便打斷眾人 他問 怎麼沒有人問我是誰 我家裡有幾個人 我有沒有小孩 你們連我是誰都沒有弄清楚 怎麼把車子賣給我呢 如果我有小孩 我會在意加速度嗎 這簡單不過的道理 但一干人等的卻都疏忽了 投資也是一樣 投資前要先認清自己是誰 而要如何認清自己呢 最好的方法就是定期檢視自己的對賬單 裡面的記錄基本上就像是你本人的說明書 有些人自以為自己是價值投資的忠實信徒 打開對賬單才發現自己竟是頻繁進出股市 如果你總是賣了某一檔股票之後 它就一飛沖天 那你該不該認錯在高點把它買回來呢 這個答案也可以從對賬單中去找到 如果對賬單顯示 你挑的股票長期趨勢都是對的 但是短期卻受不住股價震盪而賣出 那你不只該買回來 更應該修正自己的交易策略 也就是改為多相信自己 並要挺住短期的震盪 堅持長期持有才能獲利 有些人可能自以為自己的心性很穩 但其實根本不堪股票虧損 即便只是小賠兩萬塊 都會覺得難過的睡不著覺 這些都是新手進場時候 才可能認識的真正自己 有些人可能真的不適合自己主動挑選股票 那就安分手擠乖乖買市值型ETF 做被動投資也是一種很好的選擇 投資市場是很適合修身養性的地方 要不斷認清自己修正自己 才能長期獲利 第十二章 沒有夢想的股票 我不會優先持有 像素資本創始人霍華馬克思 他曾經發表了一篇備忘錄 Something of value 就是關於價值投資的幾件事 股癌就直接將它翻譯成 關於投資派別的超級大事 投資陣營大致可以分為成長投資跟價值投資兩大門牌 這兩大陣營宛如不同立場的政黨般對立 雙方都開始相信自己的堅持才是對的 所謂成長股通常是指沒有辦法用本益股比來估值的股票 這類股票通常幾乎沒有獲利 依霍華馬克思的描述 成長投資的特性就是 需要投資者相信他那未經過驗證的商業模式 新的商業模式可能不時會遭遇挫折 投資者必須要有堅定的信念 否則無法長期持有 更何況有一些新科技最終都沒有開花結果 然而科技的創新原本就是會伴隨失敗 你若是不敢承受失敗就成不了大事 Spex export見爆掉馬斯克根本就不當一回事 因為爆掉也是累積數據的一種 在大家都不看好的時候 往往就是最能賺取超額報酬的機會 這時候股價便宜下檔損失有限 用少許的資金買入 失敗了了不起歸零 等到媒體開始吹捧讚嘆的時候 股價往往都已經墊高了 雖然承擔了較少的風險 可是卻得花更貴的價格來買進 要相信改變世界是一門好生意 成長股要買的就是未經驗證的商業模式 因為它著眼在未來的巨大獲利 當今市場主流看重的也就是它的潛在利潤 以及它們顛覆並改變未來世界的能力 所以年年虧損的亞馬遜也能夠成為全球市值的前幾大企業 股價已經叫當初漲了好幾百倍 反之價值投資的核心就是要尋找有價值 但是一時之間被市場低估的股票 由於成長股確實存在著一定的高風險 如果尚在研花的技術 整個被更新的科技所取代的時候 則它的價值將一夕之間全數歸零 因此尚未獲利的新科技股票 也就不太會成為價值投資人的口袋名單 本來青菜蘿蔔就是各有所好 不過依霍華瑪克斯的所言 過去13年成長股的表現卻是明顯超過了價值股 那要如何挑選夢想成真的企業呢? 霍華瑪克斯的結論相當中肯 他說我們身處的投資環境太過瞬息萬變 如果太糾結於成長或是價值 是無法幫助我們在投資中獲利的 由於新科技企業有可能一夕之間風雲變色 所以果然建議要買成長股時候不必要分散投資 目前企業價值的平洋還有一些沒有辦法正確估值的無形資產 而這些無形的資產包括卓越的技術 競爭的優勢 潛在的獲利能力以及人力資本價值等 機器設備儲皇土地的價值還是比較好計算的 但是新科技或者是賈伯斯的腦袋 這就很難以估值了 而業勢算不出來的 往往才是決勝的關鍵 如果我們投資10家企業 只要有一兩家真的出頭間 就可以獲得術於背景的績效 假設我們用1000塊來分別投資10家企業 每一家100塊 那只要有一家賺三倍300元 就能夠承擔其他9家各30%的虧損 所以股癌的資金規劃是 用80%的資金買入市值型的ETF作為皇手部位 然後用其他20%的資金自己當作VC創投來操盤 用來投入任何他覺得有意識的企業 以股癌的投資策略 不能改變世界的股票 我不會優先持有 最後他用貨法馬克思的總結來說明 在今日高度競爭的投資領域 我們應該用開放的心態來深入挖掘 理解新事物 因為今日的投資比的不再是訊息戰 決勝的關鍵很可能就在 誰能對未來事件有著卓越的判斷 新法與兵法序 前集中古外有介紹一些股市新法跟兵法 說明投資前要如何認清自己 以及要如何挑選夢想成真的企業 本集是要介紹本書最後第13到第18章 重點包括 1.面對風口浪該衝浪嗎? 2.當大事遇到大結時會如何因應 3.閃戶為什麼抱不住 4.要如何應用AI思考書來投資 首先介紹 1.面對風口浪該衝浪嗎? 股市中經常會出現風口浪 如2021年的GMV之亂 市場史詩級的軋空戰 GMV的股票從20美元左右 在不到兩週內狂飙到20多倍 最高來到483美元 然後再重重衰落 風口浪中當然會有很厲害的高手 能夠從亂向中獲利 但想要開心衝浪 心臟本經濟投資經驗都必須相當雄厚 尤其千萬別去跟浪頭對坐 例如明知GMV的股價明顯不合理 終歸會下跌 但也不應該去換空這檔股票 因為換空也要成本 雖然我們很有遠見 知道它終歸會下跌 但若風口浪迟迟不退 因為股價持續狂飆 荒空者就會不斷地虧本慘賠 因為我們真的無從得知 風口浪到底何時會消退 甚至會因為戶不及保證金 而被券商鑽頭賣出 所以當風口浪來襲時 千萬要尊重風口浪 別跟浪頭對坐 跟對方向才是下一波的大贏家 或者一盤觀戰學習就好 別人用寫和寫日記 我們吃瓜看戲寫筆記 接下來介紹當大師遇到大疑 虎視風景股民往往會一片哀鸿遍野 這時也總有幾位投資大師 會佛心地發出他們的投資備忘錄 認真讀完之後會讓人感覺如目春風 以2020年春天新冠疫情 對全球股市造成的衝擊為例 美國股市有所謂的熔斷機制 也就是只要當日的標普500指數 下沙沙7%股市就會暫停交易 在2020年之前 美股只有一次熔斷紀錄 2020年3月 美股卻竟然共發生四次的熔斷 災情慘重 經歷過的人都應該還魚氣猶成 而幾位投資大師在當時人進退有據 穩穩的行使 如霍華馬克思在熔斷之後就表示 他無法判斷 這次我就是股市的最低點 但股價已經夠便宜了 還是可以買一些 但要注意有一些資金 假設明金更便宜 你會慶幸你還有錢可以買 三位大師在那時候的動作分別是 第一位大師瑞達利歐 他是全球最大避險基金公司 喬水投資的創始人 瑞達利歐在那時買進了中國股市 霍華馬克思則敲進美股 而巴菲特則清倉了航空股 並且握著大量的現金等著當救星 期待像2008年金融海嘯史那樣 出手奧運需要紓困的企業 以便換到很棒的特別股條件 從大師們的回應可以知道 原來答案從來不止一種 美國中國股災之後的反彈都不錯 其中美股的表現更是強勢 平創新高價 而巴菲特被聯準會跟美國政府搶了生意 沒有辦法放款賺大錢 而賣出航空股也被一些人笑稱坦在阿呆股 幾位大師的策略看似不同 但相同的是他們都沒有大舉出脫股票 為什麼大師能夠這麼沉得住氣 而大多股民卻無法做到 甚至在市場崩盤時因恐懼虧損而殺低賣出 回顧幾位大師當時的言論 可以發覺他們都已經認清危機的本質 他們都曾一針見血地指出 這不是某企業或銀行引爆的 也不是經濟發展陷入衰退值 而比較像是一個短期的危機 只要疫苗能夠如期開發出來 就不會是一個長期的問題 清楚危機的本質 正是大師們趕危機入市的最大本錢 他們的虧損數字 在當時一定是超級天文數字 遠超乎你我所能承擔 但對大師們來說 那就是股市的一環 是正常的現象 大師們在面臨股市崩盤時 往往是見數又見寧 他們會先分析危機的真實樣貌 以及影響的程度 決定要趁便宜入手時 也不會因為股價大特價 太便宜就買 他們會避開跟危機最相關的產業 並買入被危機措杀的優質企業股 當然前提是要持有的夠久 且要有足夠的耐心 並樂觀以待 股市崩碟的時候 為什麼散戶抱不住 別人恐懼時我們貪婪 這麼簡單的策略 為什麼做不到 作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可能是股票買太多了 買的額度超出了自己可以承受的極限 或是根本不認識自己的承受力 花多少錢買股算是買太多 這完全是因人而異 股市拆機沒有經過幾次空頭洗禮 甚至連小幅下修都沒有遇過錢 往往不知道自己的承擔極限在哪裡 一旦虧省個百分之十 很可能就已經徹夜難眠 而不得不賣股 求一個解脫 但偏偏一賣出 往往就是股市反彈點 這就是股市拆機的杯葛 如果能安穩睡好覺 這大概就是我們所能承擔的心理範圍 從理性命而言 我們最抱不住的通常就是 根本沒有做功課就買的股票 這種買法脫頭或持平的時候還好 但遇到重挫根本就不知道該不該留 無從判斷 最後也就很容易認賠殺出 不做功課的投資太容易六神無阻 真的不想做功課的人 就定期定額買市值型的ETF 而買市值型ETF的人 要記得就算股市崩盤也千萬要持續的買 第三種抱不住是買了太多高風險高波動的股票 每逢股災來雲大型全職股其實相對安全 而重傷的往往都是先前狂漲 估值膨脹的小個股 所以要是買太多之類風險波動性高的股票 在股災的時候也就無法睡得安穩 買高風險股票不是不可行 這是配置的問題 高報酬往往伴隨著高風險 要弄清楚自己是否能夠承受高風險 總結來說股市崩跌其實也像是一面照妖境 會逼得我們重新檢視自己的投資策略是否出問題 是否有研究基本面 以及是否知道自己的承受力在哪裡 大師們也都是從錯誤中不斷的修正 努力讓自己更進步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還會崩盤 但是我們可以訓練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投資配置 確保自己永遠會留在場上 並且學習這些大師面對大跌的時候 是如何的穩如泰山 擁有這座山才是真正的財富 接下來介紹如何運用AI思考術投資 談到AI人工智慧很多人就會想到 人類會不會終有一天被我們所創造的AI給滅絕了呢 關於AI讓我們來聽聽馬斯克怎麼說 他說人工智慧即便不是心懷邪念 也很有可能會摧毀人類 舉例來說 人類平時不會去踩螞蟻 有時甚至還會刻意避免去踩到它 但當人類要新建建築物的時候 便會毫無猶豫的摧毀了所有的螞蟻窩 人工智慧也許沒有傷害傷害我們 但很可能為了某一個目標 會毫不帶感情的就跟人類說拜拜 就像人類摧毀螞蟻窩一樣 把人類當成是根本無所謂的犧牲 馬斯克認為這很可能就是人類與人工智慧的關係 AI的強項就是不帶情感做事 所以當我們投資時候其實可以學習AI是如何思考 股市的情緒總是過於激盪 樂觀的時候過於冒盡 悲觀的時候又過於恐懼 所以容易情緒崩潰追高殺低的 不妨參考AI的投資術 如果我們改用AI思考方式 收起情感不讓焦力綁架我們 像電腦班一樣用大數據來判斷情勢 藉由不斷累積的參數修正提升自己 我們會發現大盤有漲有節正是股市正常現象 2021年巴菲特給股東的行 還是一樣重申不要跟美國對賭 如果願意相信巴菲特也願意擁抱過往的大數據 那我們的智慧真的會看見長期持有才是關鍵 恐慌賣出是最不必要的情緒 每一次的崩盤都應該重新解釋自己的投資策略 看看自己先前是否被樂觀衝昏頭 然後進行修正 這才是贏家的智慧 股市投資不要害怕犯錯 AI正是不斷輸入參數不斷從辨別錯誤中精進判斷的能力 最後 古愛給年輕人的建議是 炒股前先炒你的人生 炒股有的是機會 但青春年華只有一次 炒股外也要不斷的炒做人生 這樣才有機會 活得比過去更好更精彩 所以想要幹什麼就去做吧 但炒人生也要跟炒股一樣 必須細細停退輕輕的試單 看對時加碼期待好事情發生 切記0到1之間有無限個數字 黑與白之間也有無限的射接 以上就是本書的介紹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留言按讚跟訂閱 期待下次再見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請按讚 感谢观看